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里面也有点不平衡了 平什么 但是心巧内心里面也很焦灼 我的明天在哪里 我下一步怎么办 我该怎么做 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第三个阶段 我们要依靠什么呢 我们要依靠中国力量 Power from China 就中国力量 什么是中国力量呢 就是中国现在正有一股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这么一个力量 最近大家看这个复兴这个案例 收购了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 今天我问了一下 占了这个葡萄牙 这个保险市场市场负责了30% 它手上现在大概有131欧元的 这么一个管理的资产 其中可能大概一多半 可能必须投在这个葡萄牙 或者欧盟国家 那么还有30%左右 是可以投出这个欧盟以外的 可以投到中国去 那复兴有多少钱 现在用了10亿欧元 收了80%的这个股权 换句话说就是用13亿欧元 控制了130亿欧元的一个资产 那这是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来 大家知道前面 现在双汇收购美国最大的弱势品企业 叫Smithford 当然也远离一定的财务压力 像他每天为了收购要付的利息 就是为银行打工 一条付800亿人民币 100多万美元 那么这个力量呢 现在正在蓬勃的往外走 这个彭律师高兴坏了 前段时间在全世界部的这些点 现在都在收货 一出去收购都要找大陈律师 所以这个彭律师现在在香港要开正式的本地锁 在这个莫斯科要开锁等等 这些都是在中国对外发展里面带来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力量往外走 第一 国内的市场相对饱和了 必须去找外面的这个市场 像我们发展到今天 我刚才没有讲过 我们在海外发展的一些大感的情况 这个 我们现在在海外有15个国家 有36个工厂 最远的到了南非 这个还有些在菲律宾 这个我们老板呢 这个从来没去看过 因为下面有人吓唬他 说是你太有名气了 那菲律宾可能会被这个人民军给你帮了 最好你别来 所以钱投在那个地方 到底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从我们日常管理来讲 还是要赚钱的 这个 中国市场 开始保护 要先外走 第二个 就是我们这个 也积累了相当的财务资源 为什么呢 人民币开始往上走 人民币往下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你的制造优势 提供给你制造的优势 但是呢 汇率往上走的时候呢 提供了你的这种 投资的优势 因为你的这个钱啊 这个看着看着就在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看着看着就 越来越值钱 所以原来你在海外 算的比较贵的东西 你现在越看越低 越看越低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在成长 我们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 我刚才讲了 去年是699万 今年是740万的样子 我们每年这个留学生大概40万 其中90%是自费去留学的 国家派的 单位派的大概占到50%的样子 而这些资源 一些留在当地的话 都是我们中国宝贵的人力资源 还包括我们的桥上 这个 这个余孝市长告诉我说 现在我们统计的 海外的滑销数是6000万 而这里面相当多的是新强 那么还有一个 推动我们来走的呢 就是海外的现在这个资产和资金双低 斗地 资产价格也低 资金价格也低 这个我现在我在海外融资 我融的美元的这个利息是多少 2% 3.7% 我在海外投资 这个投资价格 我们我们叫做 PE ratio 就是说PE倍数 就是说我给他雇的价格 和他每年能够创造的这个利润的这个比值 理论上来这个 这个PE ratio越低 越有利于这个投资者 国内一般在10% 海外一般在5% 对不起 国内一般在10倍 海外一般在5倍6倍 所以海外的资产价值也低 然后这个资金价格也低 这个时候你傻子才在国内 国内投 应该在国际上去投吧 所以这些都是推动中国企业快速往外走的这种力量 那么往外走中国企业走哪些地方呢 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四个领域 一个领域就是说 把我们那些产能能够转移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 研究过程 钢铁现在十亿吨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一些钢铁产能转移出来 现在在做实践 有的就转移到印尼啊 转移到这些地方 把中国的制造也往外转移 第二 就是中国未来是个消费大陆 为什么消费大陆呢 眼见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 和这个我们的一些发展的理念啊 中国会有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 而这个中产阶级的话呢 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 所以未来能够满足这些人消费需求的东西 是很重要的 资源可能中国没有要在外面抢 比如说我去年底我在澳洲 收了一个牛肉企业 为什么中国没法养牛了 而中国人以后越来越多的要想吃牛肉 这个澳洲很大的一个牛肉企业 把你买都把它收下来了 效果非常好 去年我收的这个PE倍数是5倍 今年算下来实际上就2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利润翻来一番还多一些 所以这个是呢 为老为来中国是个消费大国 我们在海外 当然也有些企业在想什么呢 以后这种消费可能是奢侈品 所以要看看一些奢侈品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看 现在还有哪些外国人在消费 中国人在消费的 这些东西也是中国企业 在外投资里面一个重要的领域 第三个 中国未来是个金融大国 为什么是个金融大国呢 都有资产配置的这个需要 现在我们统计一下 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资产负担率大法是70 这个家庭的资产负担率 居民的这个资产负担率30 企业可能平均可能到了120 企业都可能有什么抵战 但是这个居民的这个资产负担率太低了 这个我们讲的欧债危机是在于这些 这些欧洲人消费未来太厉害了 这个没干活 然后消费未来消费的太厉害 为了消费未来做了很多账款 最后一破灭完了 但中国恰恰相反 出息率太高 居民的这个资产负担率太低 所以未来的话呢 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的结果一定会变化 现在我们的资产是什么呢 是国内的房地产 后面我还会简单讲讲房地产 那未来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配置的比例一定会下降 你看现在中国人很多人家里面 两套房 三套房 四套房 五套房 有房书 房业 房奶奶 房义 这个未来这个肯定下来 下来怎么办 一定要用金融资产来补 什么金融资产可能最有可能性 比如保险 所以这次复兴在葡萄牙收购这个保险公司 我觉得非常非常聪明 收得非常好 这个未来这个保险 这个发展的这种空间还非常大 所以我都建议啊 我们的有些下一辈子弟辈 如果他们学金融的话 不要再银行了 可以把它们往保险的领域去推一推 因为未来的中国作为一个金融大国 一定会比较的金融资产 好险的金融资产可能会增长最快 第四个 就是我们中国是个管理大国 所以往外走啊 这个管理的资源投放的地方 可能也是往外走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 曾经有个欧洲很大的一个企业 和我是同伴的 当时他卖他来找我 这个和我讲 就是求得了你买我吧 我说你价格高了 他说只要别人出的家 你能出到别人出的家 九折我就给你 后来我就搞清楚 为什么他一定要我收他 他技术比我高 后来我总结 就第一 这个从最高层上来讲 我还没有能够替代他做CEO的人 所以他位置保得住 第二 他的企业要发展 他还得到全球去扩张 而他要到全球扩张的话 他没有人力资源了 他认为这个人力资源 这个管理资源 只有中国人有 只有中国人派得出这样的 到全国来进行管理的人才来 所以我们的这种 中国未来是一个消费大国 是个金融大国 也是个管理大国 在这几个方面 都是中国企业以后 往外走 要去抓东西的这种地方 我们可以用这种思路来分析 我们可以在国外 抓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需要不开铁 敞开人力资源做管理的地方 可能都是我们这个 这个增长里面 这个很重要的地方 在这个方面 对于我们桥商来讲 我们可以怎么做 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要去抓中国力量 抓中国走出来的力量 去结合走出来的力量 怎么结合 大家讲 未来中国国内的制造业的相对优势 可能会下降一些 费率的问题 劳动力的问题 利益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其他国家来做 有两个问题 第一 产业配套很难 因为中国配套太容易了 你这边盖一个工厂 这个毒素不成零了 你要把配套也能够带起来 一个企业就现在担保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方面 能不能把中国的制造业 这些产能引导出来 第二个 毕竟举个例 我们在葡萄牙 一千万人这个市场还是太小了 修不出花来 但是 同样说葡萄牙语的 巴西 两亿人 还在快速增长 过去这几年 30%的人口增长 中国基本上没有人口增长 那么 我们葡萄牙的一些制度 法律 规则 规矩 语言的优势 其实是有的 那葡萄牙实际上是个桥梁 而巴西会是中国企业 往外走一个重要的市场 欧洲是个重要的市场 南美是个重要的市场 在这个方面的话 葡萄牙其实是 起程转合的一个关键点 那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商社的力量 灰色的力量 商团的力量 不仅我们去把一些单个企业拿出来 大家抱团了 把各种各样的这个制造 相应的供应链上下的这些企业都拿出来 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本身的一个配套的一个环境 那就竞争力了 同时的话呢 我们有商社的力量 灰色的力量 我们去对接好的民营企业 对接好的央企 我们国办已经在做这样的事儿了 也在他们往外发展的过程里面 其实可以去抓一些机会 我上次在这个巴西区 也是在这样的场合做一个演讲 下来就有人找我 说是他很希望为我们企业做个事儿 我们今天就设到班式处 但更重要的是 我把他的儿子 在那土生土长 在那劳劳博士的一个儿子 雇用到我们集团来了 让他在集团里面工作几个月 再派到这个巴西区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能 我们的一些子弟 也送到一些大企业 或者一些大的企业集团里面去 来引导这些企业 往外来做一些发展 而这方面的事儿呢 其实由商社来做 是最合适的 我们商社要来立足 我们的商团要立足 社团要立足 总在找这个价值点 而所有的会员 发展都是主权力 怎么抓这个发展机会 那未来一定是爆版发展 所以我想的话呢 可能抓这个中国力量 是下一步我们转型的 可以思考的一个点 这是第二个方面 对不起 我还有第三个方面 大家再坚持一下 第三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在国内 我们把眼睛转到国内去 国内现在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我们怎么来看待 就第一 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 国内怎么看 我们的配置投资 房产和股市怎么看 第二 这个新兴产业怎么样 第三 这个传统产业怎么样 第四 中西部怎么样 第五 这个东部现在这个信用链断 我们怎么看 这个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在国内 一定要拭配一些资产 往往就放在房地产 放在这个股市场 我今天也在和这个 我们社长在谈 我说这个房地产 过去的政府 一直把它当成个 供求关系来看待 觉得房地产热了 就去控制这个需求 限购啊 这个限制贷款啊 等等 从这个需求端来做这个控制 在共银端呢 也在乱七八糟的 做一些手段 其实他们完全错了 这个房地产 已经不是个供求关系了 房地产从货币现象 就是我们有大量的 货币的超发 就像大量的水啊 流向田野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要让这个水平下来 这个水都一定会去 会找一个尺子去存下来 找到一个尺子去存下来 所以只要有这个货币 像水一样的流过来 又找不到别的尺子 来装水的话 它就一定会装到房地产去 就把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价格的过去 都拉起来 所以未来如果 再也没有那么大的水来了 别的尺子也挖深了 可以蓄水了 那么房地产的这个水呢 就一定会大出来 这个价格呢 就有适当的下去 这就是房地产的货币现象 所以我们要看房价 你不要再去看供求关系了 已经供大于求了 原来我们讲还有刚需 那种小户型的刚需 刚刚结婚的 原来说改善房 改善第二套房 改善居住的 没有了 刚需的没有了 那都是靠货币现象撑着的 不可能再有四万亿了 我们可能还在挖这个资本市场这个尺子 挖身争取到那个水到那去 所以房地产 我觉得可能再往上涨 可能太大 但是呢 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 它不会 不会叫崩溃 不会叫崩溃 所以大家适度的 长线的配点这个房地产 也是可以 但是呢 就是价格把它把握低 可能在现在这个一般市场这种情况下的 百分之六十或者七十的价格 还可以适当地配一点 但是用现在的价格来配 或者说别人给你吹一个故事吹得很高 以后这个地方还会有这种梦幻般的价格成长的 这个东西可能要谨慎 因为过去确实有很多梦幻般的地带的这个房价 涨得很快 那是因为过去我们的这个城市化的这个速度很快 每个地方都快速的城市化把它带起来 但现在城市化的力量有 但是我们不想要那么强 不会是流到哪里的力量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配置这个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呢 一直在改革改革 这思路呢 这个调不过来 这个 但是现在呢 这个市场的力量 比啊比啊 对这个监管者为最堵截啊 现在呢 早晚他们还是要放到一个市场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上市 只要是好的企业 它还是会有这个投资价值 所以在资本市场的话呢 可以适度的这个 这个 看一点这种长线的 这种估值相对还比较低的一些 一些呢 还是可以培训 所以 但因为我们不在国内 信息啊 不会那么及时 所以那种短期的那些 高科技概念太强的那些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 不一定是我们合适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传统制造业怎么看 我想讲的是 国内 企业界正在发生一个理念 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把它总结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三十年 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 第二阶段已经展开 而第二阶段完全崭新于第一阶段 怎么讲 第一阶段是短期时代 你只要做什么 努力 敢做 控制成的 你一定能赚钱 但是 到现在过升 全面过升 我们钢铁现在是十亿吨 当年到十亿吨的时候 我们就说是 哎呦不行了 但是干到十亿吨了 我们水泥是二十亿吨 我们的煤炭是十亿吨 这个 原来高增长的时候 有大量的这种资源开发 那么现在增长速度稍微下了一点 那过升那个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钱就不像原来那么好挣了 那不好挣 怎么挣 企业要发生变化 所以我个人呢 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日本企业 为什么 因为日本呢 就是这种情况 泡沫 然后呢 这个也是美国在逼他生殖 这个最后呢 导致的话呢 就是这个 我们叫日本要经济失去了二十年 现在安倍经济学 再稍微把日本经济往外带一带 那么我想说的是 我们要看未来的机会 我们就看过去二十年 日本还生存下来的企业 他们的形态是怎么样的 那么就对今天中国企业的启发是最强的 所以 这个第二阶段 在这个过剩阶段 企业的一些理念 反正根本没法 第一阶段 叫做 上下游是博弈 横向是竞争 看到机会要单打路斗 追求的是控制并没有 第二阶段 上下游一定是协同 横向一定是合作 看到机会要共生共浓 追求的是永续经营 理念一定要变 一定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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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的企业一定会被中国经济的第二阶段淘汰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变 我们就是说 要来做两个事情 一个是 重向的 就是我们要用供应链管理的思想 来管理我们的这个企业 什么叫供应链管理 就是把上下游当成一家人 什么叫一家人 就是利益一致 风险一致 这一定是一家人的 那么供应链管理就是把过去的这种博弈 变成利益一致 风险一致 变成一家人 这个我这里不展开讲 简单讲一下 全世界最大的连锁企业叫711 5万个电 现在我和他们在合作 它就是一个天底下最大的供应链管理的这么一个模式 生产厂商不是它的 物流不是它的 中央配送不是它的 POSE机不是它的 分析软件不是它的 店铺也不是它的 但是好像所有又都是它的 它在全世界5万多个电 只在16个国家里有5万多个电 了不起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横向的要合作 那我们做什么 做联盟 我要讲几个小例子 一个 我们和别人合作 这个原来搞房地产 就是自己担当得多 现在合作 我们联合了一个叫做 立体城市投资联盟 在温州 我们就在做 现在开发的第一期是79万发 总体要开发200万发 我们要把温州这个价格 把它再往下打 把它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去 由此立足 为温州建立个底板架 再往上来走 而我们这个房地产的话 一定给温州是个全新的概念 和过去的房地产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个联盟在做 不是个企业在做 我们做了个事 做了个中国医疗健康产业联盟 中国现在有两万个医院 一万个国有的 一万个民营的 民营医院里面有八千个 是谁在做 是福建普天人 福建普天 两个阵的人 在中国开了八千家医院 但是他们没有设计 有人说他们是这个 卖隔壁高药的老军医 过度医疗 虚假医疗 但是在我们看来 他们有企业的精神 他们是未来中国医疗 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未来一定是个大消费时代 医疗健康是个趋势 所以我们团结他们 中国的快速进入老年化时代 你知道一个老年人消耗的医疗资源 比一个健康的年轻人 大概是两倍 七倍 十倍可能还更多 所以这个方面 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 谁来抓这个市场 联盟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组织起来 建立了一个中国医疗健康产业联盟 我们一起办了一个学校 一起办了一个叫做HMBA 和英国的登地大学去合作 上海交大去合作 这个培训我们这个联盟里面 所有的这些人力资源财务 还有这个老总 培训这个院长人 这方面的一些人员 同时的话 我们联合起来到外面去发展 这个我们在北京旁边 这个佐州 到达两千亩地 要建一个医疗层 把各种专科医院放在里面 而这些事 过去单一的医院 单一的老板 他根本办不到 换了我们也办不到 但是我们形成了一个联盟 就办得到了 我们不是竞争了 我们是合作了 在合作中供应 而且优秀的企业 在合作中越来越优秀 那么我们还做一个 叫做亚洲餐饮联盟 我们这里有很多做的餐饮的人 我们也把中国现在最好的 这个餐饮老板联系在一起 这是我们和复兴集团 一起来做的 包括大家可能听说海底捞 西北油面村 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 这种餐饮企业 我们联系在一起 那么大家一起做什么呢 一起联合的采购 一起建立管理行李系统 一起和超市门店 地主 物业的业主去谈判 都是联合发展 抱团发展 所以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第二阶段的一个特征 传统经济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就是往这个方向来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商社商团 我觉得也和国内的很多商社商团 去做一些结合 去做一些联络 比如我们的联盟 是不是也能和我们这里的总商会 建立一些联系 首先从互通一些信息开始 可能慢慢的就会发现一些商机 慢慢发现一些商机 当然我想很多事我们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我想这个传统经济还有得做 但是可能是这么得做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 现在有很多海归回去 新兴经济创造了很多这个澎湃的梦 像我们的这个邪臣 像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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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谭讯啊 很多都是海归的一些人才 去支撑起来的 这个创造了很多这个奇迹 那么这方面的话呢 这个也许是我们下一代 就是他们受过一些更多的 一些教育更新的一些理念 我们的这些子弟们 可以配一些到这个 这个新兴经济里面去 总之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产业部署里面 有传统有新兴 可能能够滚动发的 这个结构会比较好 而新兴产业在中国的话呢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因为毕竟是13亿人 那么怎么 就是国外有什么 我们多看多想多听 怎么转换为中国的这个需求 但是这里面的话呢 可能做新兴产业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高举高达 就是做新兴产业的时候呢 可能要和一些大的一些企业 大的一些投资机构 去做一些点 快速抢占市场 因为新兴产业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时间 就是速度 好 那么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中西部 那么中西部来讲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产业还是可以去做 比如说我在广西我就见到一个二丹 它是一个富二丹 也是个海贵 他创业他做什么呢 做这个塑料的这个PE管 和PVC管 大家知道以后的这个 城市这个管网改造啊 都要用这个管子 但是呢 竞争很激烈 传统企业的话也叫过神 理论上不该做的 但他告诉我 他要三点 第一他自强 别人都觉得不能做了 别人都灰心上气了 他一定会 他一定进去 他认为我能够把它做得更好 他要首先树立这么一个意识 强烈的一个信念 第二的话呢 他要联合 那我有新的技术 我现在想办法去建立一个标准 用这个标准来联合我的同行 第三个就是创新 后来我在想 我这小伙子要不懂 他是820的 这个他如果把这三点抓住的话 这个他在传统场也能够做得起来 而中西部的话呢 这个空间 还是相对东部来讲的 要更加宽广一点 换句话说就是说 这个中西部更容易做出名堂来 为什么的话呢 你稍微努力一点 这个努力的效果就能够体现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西部有人 就说会去投农业好不好 我给大家建议呢 不好 虽然大家觉得现在都过神 农业不过神 是不是做农业好呢 我说这个农业不好 有人说你看我在农业里面 我账都摔得出来 投种子 这个施肥 浇水 最后卖的价格是这么高 你看中间看上去的毛利空间很大 我告诉大家农业有两点 你一定要小心 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资本周转太慢 我们做生意啊 投资回报 日以外 一定要考虑周转 周转慢的东西 你一定要谨慎 除非你有 这个 这个一个很强的跌比中头啊 这些长期资本的这个人 在你后面 周转 一定要 一定是个重要的考虑的因素 那第二个因素的话呢 就是说 当你要去价值实现的 你一刹那 你是主动了 还是被弄的 看上去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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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出来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但是你的价值就在你十天 十天一过就没价值了 因为它是做木 但是票子 一年 十年的票子的价值都在 所以当你拿一个果子 去和别人换票子的时候 你是被弄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方向上 大家做农业 我想是要谨慎一些 这是关于中期部 好 最后一个就关于第五个 就是关于在这个 东部农村 因为我们大家很多来去浙江 福建 这些地方 可以说现在江苏 浙江福建 这地方正在经历一个 比较严峻的 就是说 中小企业资金锻炼 前一段呢 我们有很多钢帽 铜帽 就是大家觉得做实业太难了 想办法转型 怎么转呢 然后这个银行就去蒙他们 就说是你看你看 你在我这里 拿个仓单质押 我就贷款给你 好吧 同样这个十轮钢 这个仓单质押了五遍 这个带出了这个 五十轮钢的这个钱来 拿这个钱怎么办呢 这个银行说 好你们这个相互互保吧 你保我 我保你 年保 然后拿这个钱呢 就投房 投广 投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在调整 回不来钱 这个房地产的话呢 这个买进去容易 卖出去难 那么矿 然后就是我刚才讲的 因为在过剩的情况下呢 其实 矿的价格也在快速下跌 所以使得我们很多这个 这个浙商啊 敏商啊 这个钱赚不过来 最后呢 邦金一个人报了 为什么呢 他弄不起了 一年保 一定要年保 年保的人也耽误起 年保的人也跑 一下就断了 所以现在大家看中国资本市场 银行的这个股价太低了 我们叫PB 就是那个股价和它的这个 这个金资产之间的比例 现在基本上低于1了 就是你 你用不了这个 一块钱可以买一块钱的金资产 有的六毛钱就可以买了 五毛多就可以买了 八毛钱可以买了 为什么 一方面有人说 中国这个利率自由化 会对银行的估值下降 第二个方面就是 就是银行的这个坏价说不清楚 坏价在哪 坏价就是在东部 三年以前在浙江 三年以后现在在江苏 压力非常大 那所以这里面说什么呢 说什么就是说 初来混早晚都要还的 这个大家不要去玩这种 这种简单的这种游戏 不要 你要从银行拿钱 就来做实业 实业一定是有出路的 不要想着从银行拿钱 去挣这个快钱 往往会事与愿违 往往就像 就像我们做一个赌一样 最后呢 还是这个输多 赢少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国家也在高度的重视 这个东部地区的 这个信用源锻炼的问题 因为确实对中小企业的 这种打击影响太大了 也都让这些银行悠着点 别收这个款 收的太猛了 那同时也对于一些做实业的 做一些这个扶持 所以我想提醒的就是说 大家回去做这种 互保年保 这些方面的话呢 除了我们对付银行以外 我们这些企业之间 相互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安排 一些资产的一些提存 我今天还有个别的这个企业家 在聊这个浙江 温州为什么出问题 就是温州书记原来的一个做法 导致了这个资金链提前断链 但是今天可能就不展开讲了 但是我们内部 大家做着互保年保的时候 一定要有相应的好安排 为了你的企业的安全 最后的话呢 我想呢 可能还有我们很多企业 都面临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 今天可能这个没有机会来展开来讲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 这个治理结构 对一个企业的发展 也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对于家族企业 大家要对内看治理结构 画的可能要像过去 对外在市场方面 画的功夫一样 因为你要让这个企业传承 要让这个企业做大 要让你的企业成员和企业共同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都得到发展的话 这个家族的企业的治理结构 非常非常重要 这样才让你的能够有序的 主导家族经营思想 引进外部的这种好的 这种人力制约 总之 这个第三个部分总结一下 世界上最宝贵的 就是企业家精神 一个企业要做到位 就是出自人到位 那么在未来我们做企业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抱团去发展 所以刚才我们于小市长 这个尊尊的给大家提示的 叫做和谐商团 非常非常重要 这和谐不仅是让我们彼此愉快 不要在万人面前丢脸 最关键 这个和谐 已经是我们下一步商业发展的 必然的选择 也是唯一的选择 好 谢谢各位 拍张最专家 非常好 如果你再继续讲 我们都在这边还要继续听 今天这个真的是很可惜 就是说呢 我们有很多这个僑保啊 没有这个清理我们这个现场 来倾听我们两位专家 选择的这么好 给我们就是说呢 这个 一些非常就有有有有 拙见的这个成果 让我们就是大开眼界 用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谢谢他们 好 我们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继续邀请几位专家 或者是私人也好 或者是有机会 请他们再过来这个演讲 我们以后今后要把这个演讲呢 就是说呢 这个要工作呢 要住到家 今天呢 我们可能呢 就是说呢 在工作上可能呢 就是说有不到的地方 请几位专家远面 也同时呢 也感谢我们各位 就是说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倾听 说实在的 对我们这个今后的发展的思路 有很大的这个开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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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